親愛的用戶,你的帳戶積分將會在今日到期 請盡快換領積分獎賞,預期將會作廢 不少人聽到這段話都衝動按進去 可能就會令騙徒得逞 警方第一季錄得1,008宗釣魚詐騙案 損失金額2,160萬 八成半涉及電訊公司和獎賞積分計劃 我對紅衣禮品,所以我就按入牌 就是這樣,他輸入了信用卡資料 第二天發現信用卡被簽賬損失24,000元 亦有會計師以為有優惠異統,中伏損失70萬 警方提醒,切密點擊可疑SMS入面的網址 如果見到網址有這些字 就有機會是騙子!市民要提高警覺! 好